勇士国魂 钢铁意志 八年抗战为我中华民国有史以来 历史最久 规模最大 作战地区最广 牺牲最惨烈的战役 日本自强占我国东北三省 其后变本加厉 于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 以一名日军失踪为由 发动卢沟桥事变 与我国军正面交战 当时全国军民群情激愤 面对日军常年的七五 与对保卫家园同胞的奋起之情 全国国民已达忍无可忍之地步 七月十七日 将中正委员长发表庐山宣言 民事第五分东西南北 仍不分男女老幼 皆有守土抗战之责 至此我国对日八年抗战 艰苦卓绝之篇章正式展开 松户会战 台儿庄大姐 武汉会战 长沙大姐 八年抗战期间 经历了二十二次大型会战 重要战斗一千一百一十七次 小型战斗三万八千九百三十一次 伤亡三百二十一万八千一百二十五位官兵 无辜百姓死伤人数超过两千万人 即便如此全国军民依然百折不挠 人人坚持守土卫国 抗战到底之决心 万众一心 中华民国终于迎向胜利曙光 民国三十四年 日军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 我国历时八年艰苦奋斗 终于赢得最后的胜利 全国国民欣喜若狂 八月十五日 将委员长于重庆发表 极具历史意义的抗战胜利谈话 传国众民同胞们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们 今天我们的事务力了 我传国同胞们 自抗战以来 八年前 所有痛苦和牺牲 甚至一年一年的增加 或者抗战必行的信念 也是一天一天的加强 尤其是我们人业区的同胞们 修建了无用残载和弄入的黑暗 今天只达到了万转铁房 而重建青天保折了 蒋委员长诚挚坚定的语气 不仅心疼国民抗战以来的艰苦 更为全民一心迎向胜利 感到光荣 这份用英勇国军抛头颅洒热血 与全国国民齐心合力 赢得的胜利果实 是我全中华民国国民 永远的荣耀 时至今日 抗战胜利已过了七十个年头 但轻史不灭 荣耀勇照 纪念抗战不是为了寄住仇恨 而是为了谴责战争 促进和平 展望未来 我中华民国也将秉持抗战之精神 勇士国魂钢铁意志 永续长存 永绩 开始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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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